今天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之后 台湾政策法要在整个的参议院以及众议院进行审议 并且获得通过 最后才会交由总统拜登的手上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参议院以17票赞成 5票反对的票数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尽管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跳脚反对 但美议员强调对中共侵略不会坐视不管 这项法案由参议员梅南德兹和格瑞姆 于今年6月共同提出 外委会称此案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最重要的是法案要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还要把台湾决定为主要的非北约同盟国 那这样会提升台湾在国际军事上的地位 让美国盟友重视与台湾合作 还能让台湾采购更多以前买不到的高端武器 来威慑共军的侵略 那也会进一步嚇阻中共 突厌他们进犯台湾的日程表 梅南德兹会后受访表示 通过的版本只有些微修改 主要是象征性部分 包括驻美代表处改名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 需参议院通过部分改为建议性质 但实质内容都有保留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石桃明 纽约华府连线报道